大家好 我是金森 歡迎收看今天的北建火力頻道 金宇 我們今天呢 來到了巴德 算是北桃園最大的一個夜市 就是巴德新人花園夜市 而且有超多特別的小吃 沒錯 大家看到我們後面 人潮眾多啊 現在時間其實也不是到太晚 大概才七點而已 然後人就已經這麼多了 我們已經準備好肚子要去吃了 沒錯 然後 我們在來之前呢 其實已經上網搜尋了一些 必吃的美食 那現在就跟著我們一起進去瞧瞧 第一家我們要來吃的呢 就是你在網路上面搜尋 一定會看到的這一家 叫做超俗辣 它的炸物除了有臭豆腐 然後是那種小塊小塊一口的那一種大小 然後再加上蘿蔔糕 然後還有炸皮蛋 對 還有一些加構的巧點 那他們家的特色呢 就在於他們家是用鹹蛋黃淋上去 在炒的同時就已經有鹹蛋黃在飄香出來 然後重點是最後還加了台式泡菜 對 我覺得還滿混搭的 可是我覺得他們家豆腐不錯 其實剛入口的時候都是金沙味 你沒有感覺到你在吃臭豆腐 是咬開來的時候才有臭豆腐的味道 但也不是到非常臭的那一種 我覺得皮蛋很好吃耶 沒有想過會這麼搭耶 它的蘿蔔糕居然是有蘿蔔絲的耶 炸豆腐不是很酸的那一種 可是我覺得滿剛好的耶 因為金沙吃多可能有點膩 所以你在吃金沙吃完之後再吃一點泡菜 就很有解膩清爽的口感 這一杯其實分量很多耶 還滿重的其實 很大一包耶 然後它的包裝很特別 它是用這種提袋式的 我們點的是 米果派對 然後裡面顧名思義就是有 草莓 藍莓 蔓越莓 蔓越莓 我覺得草莓的味道還滿強烈的耶 草莓那種說它都是用果醬 它可以加茶 可以加氣泡水 然後我們點的是春果汁的 所以其實雞皮茶你都可以自己在做替換 你想喝氣泡類的你也可以換成氣泡水 對 它就是做米果相關的 看你要配什麼東西這樣 我覺得這個應該就是 王美學學來必拍的 可是我覺得女生會喜歡耶 它就是酸酸甜甜的 少女的味道 好 接下來我們要喝到呢 也是新人歡迎夜市裡面非常招牌的 荷滿妹 然後這一家呢 它有名的是它的黑糖珍珠 它上面都有一個標語 說要搖17下才會有最佳風味 為什麼是17超酷的 我覺得啦 是因為我拿到的時候 其實它的杯子下面都是珍珠嗎 是熱的 嗯 就它的珍珠是熱騰騰 然後馬上加上冰的牛奶或冰塊 所以你一定要搖開之後 才能均勻那個味道 但為什麼是17下 好 那我們再來試測 要16下不好喝嗎 我們再來試測一下 17下是不是就最佳風 對 我們應該先搖16下 再搖17下 可是我插進去 我要什麼再搖一下 17下 我們就來試喝看看 溫溫的 融合的滿好的 我覺得它的珍珠的黑糖味很香耶 它是咬在嘴巴裡會有很濃很濃的黑糖味的那種 太Q了 而且它的珍珠很大顆耶 我覺得它搖開之後 黑糖跟牛奶有一點均勻了 可是也沒有到很甜 真正的甜是你在嚼珍珠的時候 才會釋放出黑糖的那個嚼香味 但是它是黑糖香 它不是那種很死甜的甜 欸這個還滿好喝的耶 我也覺得滿好喝的 一杯其實55塊還可以 就是跟外面的手搖墊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就是還OK 但是其實不大杯啦 就是大概中杯的大小 對 然後珍珠是非常香濃 而且珍珠很大顆 接下來我們要吃到的這一間呢 叫做 不知道是貝格格還是貝哈哈 就是格力的格啦 好那這一家呢 就是它有非常多新鮮的海鮮 然後我之前其實自己已經有吃過了啦 然後我們今天點的是原味 然後整碗超級膨盛 全部都是蛤蜊 然後加一點九層塔跟薑絲 因為我們點原味 所以它其實也沒有特別加其他的東西 如果你自己來的話 你也可以點酒香或者是大蒜香 就是它會再另外加料 好那我們再來吃吃看 加冬粉不用錢喔 對 這要提醒一下 我是覺得它很貼心的就是 它會再給一個碗讓你裝蛤蜊 然後要特別提醒 這邊全部都是歷史 所以大家就是拿著號碼牌之後 就找一個角落站著 然後你的湯就會端上來了 很鮮欸 格力好大顆喔 這邊老闆說每天都是新鮮的格力 湯超好喝 好接著我們要吃的是重慶烤魚 我們其實台灣平常沒有這個口味 然後老闆呢 他是說他在北京跟北京的師傅 學了之後來台灣 標準的大陸口味 沒錯 看它滿滿的乾辣椒 台灣其實平常應該比較不會有 食材是放這麼多乾辣椒的 對 但是它這其實不會辣啦 它這只是色而已 讓顏色漂亮 就是顏色看起來很漂亮 它真的辣的其實我覺得是湯汁 然後老闆有特別強調就是因為 台灣人喜歡鮮飯吃 對 所以老闆這邊的白飯是吃到飽的喔 因為很辣所以一定要配飯 沒錯 大家來這邊可以用湯汁 然後配飯吃 非常的下飯 然後它除了一整隻大魚之外 還有加一些配菜 像高麗菜 小黃瓜 香菇 對 還有花枝 這香菇也太大多了吧 這一盤很適合就是一家子 可能三四個人就可以來吃一盤 燙到不行 它會爆汁 喔 真的嗎 剛剛其實我有進去廚房看老闆來煮 它是先把料 就是我們剛剛吃到的這些小黃瓜 或者是高麗菜菜等等的 先炒過 然後放在最下面湯汁之後呢 再把炸過的魚放一條上去 然後最後再淋一點醬汁 再撒上蔥花跟乾辣椒 然後還有芝麻 在攪的時候是吃得到芝麻香 然後它的魚算是炸過的魚 可是我覺得它不會像 一般純炸過的魚很乾耶 可能是因為還有加湯汁 接下來我們要吃到呢 算是新人花園夜市的招牌啦 你來一定要吃的 我們排隊排超久的 新人花園夜市門口的福林卡 它雖然外型長得像銅鑼燒 但是呢它的餅皮其實是用米做的喔 對 它其實聽它的名字 完全不知道這是什麼甜點 對 那我今天吃的是芋頭口味的 我吃的是巧克力冰淇淋 是老闆娘推薦的 它的皮超脆的耶 吃下去內餡的口感 是QQ軟的 好特別喔 它有點超乎我的想像 芋頭啊它其實裡面 稍微吃得到芋頭塊 很好吃耶 然後料是冰的 所以吃起來就是有點熱熱的冰冰 然後外面的皮是脆脆的 裡面是QQ的 很特別耶 我們剛剛掛完整個夜市 真的是吃得超飽以外 我們還要提回家 而且我們吃了有甜有鹹 然後有熱的有冰的 這邊蠻特別的是就是一走進去 然後每一個街道都是非常的乾淨 大概走一小段就會有一個垃圾桶 我覺得它的那個種類蠻多的耶 對 以夜市來說 它幾乎很多不同的東西都有耶 有海鮮甜點 那有日式港式 反正就種類還蠻多的 哦 要韓式 然後我們最後呢 我們還跑去打香腸 其實我們沒有打過香腸 我也沒有打過 然後老闆沒有想到我們兩個完全不會打 他本來一次只要10塊 我們投了40塊 我們一直投 以為投10塊就是打一球 沒有人家打4球 然後我們就一直狂投錢 還好最後又打到香腸 對 而且老闆還退我們錢 人太好了 然後我們最後我們打到一人一根香腸 超幸運的 那巴的新人花園夜市 真的是還蠻大的一個夜市 而且裡面規劃的 我覺得很棒的就是 它把吃的跟逛的化成兩區 就不會你在逛衣服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手油油的啊 或者是旁邊有飄來一些 食物的味道啊 然後它是每週二五六才有營業喔 對 大家來的時候不要苦空喔 那大家以後有機會的話 也可以來巴德新人花園夜市逛逛喔 再見 紅莉頻道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